白嘉丽受风最美丽的主持人 2018年自印尼企业家老公黄霜安辞世后 白嘉丽舅舅以台湾作为基地 曾传他长期租饭店 宁月烧30万却不砸巨资制产 被赞相当聪明 今也被问到会不会享有第二春 白嘉丽松口了 对于感情仪式 现年75岁的白嘉丽说不强求 认为缘分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也会公开 他表示 不排斥 我希望 可是目前还没有并以欢迎欢迎四字 来形容目前状态 其实感情并非白嘉丽重心 他经常周游各处行善 心地相当慈悲 也会低调出手捐款 堪称人美心也美 白嘉丽当年在事业巅峰之际 闪嫁印尼木材大王黄霜安 夫妻俩感情和睦 时常一起出席各大活动 白嘉丽还曾出书 《爱在临深处情千黄霜安》 描述著和丈夫一路打拼 互相扶持的过程 字里行间流露著对黄霜安的爱与崇拜 今天白嘉丽与小提琴大师Rudolph Coleman 及瑞士GK弦乐团 以绘画及音乐艺术联手台北市政府 共同关怀弱势为爱发声 除了能将优质的音乐与台湾民众分享外 并且各地主办单位大多将票款捐作公益 白嘉丽感到十分荣幸能共襄胜举 他入住五星级酒店已三年 称很多人介绍他看房子 但都没时间 形容智产跟谈感情一样要看缘分 住饭店发声过去世 他想了想说 去年要参加一个艺术讲座 约好一点出发 没想到十二点突然大地震 电梯停住了 讲座经理等人只好从一楼爬楼梯 到二十五楼接他 结果我也蹬住高跟鞋 跟大家从二十五楼用走的下去 1949年出生的白嘉丽 高中时期就经历父母离异 索性双亲感情没有共识 但对孩子的疼爱不减 喜爱表演的白嘉丽 在16岁时加入国军的蓝天康乐团 同时发挥着自己的歌唱才华 与语言天赋 不久后当上了中央酒店的报幕员 接连拿了歌唱比赛冠军 又跟台式的歌唱节目签约 1969年群星会释播 这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个 以彩色节目讯号播出的现场节目 而被安排第一个上台唱歌的白嘉丽 以19岁之姿缔造了生涯里程碑 但就在白嘉丽被封为最美丽主持人 事业如日中天之际 1977年的她突然宣布结婚 嫁给了印尼富商木材大王黄霜安 更惊人的是 白嘉丽为了爱情放弃事业 依然选择离开演艺圈 远赴一厢陪伴丈夫打拼事业 而当时的印尼一点都不发达 连份中文报纸都找不到 遑论白嘉丽在那儿举目无亲 更惨的是 黄霜安还因为工作经常不在家 跟白嘉丽形同分居 种种困难 让新婚的她曾脱口出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冲动的事 不过她却跟黄霜安相守了41年 深情陪伴丈夫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众人皆知白嘉丽与黄霜安间谍情深 但其实他们的婚姻路一点都不容易 白嘉丽回想当年远家印尼 婚姻生活根本关卡重重 丈夫事业忙碌 让她只能借由画画排浅寂寞 最后还画出心得甚至开了画展 而她那感性浪漫的心 遇上的却是个务实派 曾经吃个饭都不合 白嘉丽才吃两口 黄霜安却吃完药起身 她要求丈夫配吃 她即使顺应坐下了 脑子却狂转想着工作的事情 某次两人起了争执 黄霜安气到甩门而出 从小不知道口出恶言为何误的白嘉丽 当下眼泪夺眶而出 黄霜安很快地回头了 跟太太道歉 白嘉丽从中误出了道理 反倒笑答 其实你刚甩门的动作蛮帅的 下次甩门前 请先把家里的水晶灯锁牢一点 但这些都还不是他们婚姻的最大引爆点 白嘉丽其实梦想着拥有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婚后才发现丈夫不但早有了小孩 还结扎了 这些都没在婚前告诉相当喜欢小孩的她 让白嘉丽感到气愤又无奈 久久难以谅解丈夫 直到某天转念 告诉自己这可能是我的命吧 学会了顺应上天的安排不抢求 把丈夫的孩子当成自己的来疼 反倒开始品尝到夫妻之间的甜蜜与幸福 然而正当白嘉丽享受丈夫的疼爱与婚姻幸福之际 又是最后的黄霜安病痛不断 并且诊断出罹患肝癌 被宣告只剩几个月的寿命 但白嘉丽还是坚强地承受了下来 加上黄霜安坚定求生 两人用爱与意志力对抗病魔 黄霜安自确诊起 在爱基寸步不离的陪伴下 竟活了足足18年 直至2018年与美国因肺炎病逝 在爱基白嘉丽的怀里安然离去 但他还是因痛失至安而沉积好一阵子 最后在家人陪伴下走出丧夫之痛 宣告往事已逝 新的世界等待我们去拥抱 2020年出版了自传白嘉丽回眸 将跟黄霜安点滴故事分享出来 表示从婚姻中得到的体悟 就是礼让 不骂人 不抢求 这是他守护爱情长达41年的最大秘诀 此外 他也在接受专访时透露 公司现在由黄霜安的孩子与高阶主管管理 而我得到了真 善 美 白嘉丽是一个浪漫的人 可是黄霜安是个务实派 生活中只有工作和吃饭 一上桌 白嘉丽还没吃尽两口饭 黄霜安已经吃完梨做了 白嘉丽说 我还没吃完呢 怎么样 黄霜安一头雾水 你应该坐下来陪我吃 黄霜安人坐下了 可是不停地问 吃完没有 还没吃完啊 也不陪白嘉丽说话 只是满脑子在想事情 类似生活细节差异 层出不穷 起先白嘉丽还会不高兴 问题是黄霜安根本不知道 白嘉丽为什么生闷气 到后来白嘉丽也想通了 两个人要互相给对方空间 在白嘉丽的坚持下 属于他们真正的家 在婚后第二年终于建构完成 包括找房子 自己画图 一改再改 一草一怒 重新打造 都是白嘉丽的心血结晶 黄霜安看白嘉丽做事实在要求太仔细 常跟白嘉丽说 可以了 不要这样子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向上天借来的 看开一点 进入60岁之后 长期过度劳累的黄霜安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病痛 但陪在她身旁的始终是白嘉丽 黄霜安曾经因为肠癌开刀 手术后白嘉丽整整守着她14天没有离开病房半步 白嘉丽困了就在她床边绑一个铃铛 要她如果有事随时摇铃叫醒自己 后来手术非常成功 黄霜安又回复了生蒙活虎 白嘉丽很自豪是她用爱把自己的丈夫救回来的 时间见证真情 很多人常跟黄霜安说 黄太太好漂亮 黄霜安的回答是 她的心更漂亮 多年来台湾一直传言白嘉丽是黄霜安的第四个太太 但白嘉丽从不变白 事实胜于雄辩 白嘉丽是这个家唯一的女主人 始终都是 无需解释 2018年10月2日黄霜安病逝于美国 在白嘉丽怀里和眼熟睡了 今后 即使没有她的陪伴 但是她的爱依然与白嘉丽同在 一直会陪着白嘉丽到永远永远 白嘉丽 出生于台湾 籍贯甘肃 是活跃于60年代的台湾著名电视主持人 主持的节目形态大多是歌唱节目 60年代也宴的白嘉丽领导流行如台式群星会 欢乐周末 莫望今宵等综艺节目 代表作品有新娘与我 我永远是你的 如今已经70多岁的女星白嘉丽当年家喻户晓 有最美丽主持人封号 白嘉丽当年忙到搭飞机南北做秀 包括高雄蓝宝石歌厅 只要宣传车写白嘉丽来了 歌厅就爆棚 生意好得不得了 我也曾在台北七重天歌厅演唱 曾遇过我到场时 其他女歌星故意把我的歌唱掉了 本来不能重复 但观众听我唱就很开心 完全不在意 我很幸运 当时如邓丽君 于天上节目唱歌只领800元 但我可领6000元的主持费 虽然已离开演艺圈40多年 白嘉丽仍旧维持曾11人的自觉与专业 每次现身依然光鲜亮丽 他说 虽然我不在演艺圈 已经离开一段时间 但现在是过去与未来的成绩 我上飞机前就已经在家里把妆发 穿着都弄好 当然在家里就不会化妆 由于他29岁便离开台湾 所以许多知名景点如阿里山 日月潭等都没去过 最近返台定居的他说 我什么地方都想去 什么都想吃 现在截然一身 做好自己想做的事 cách欢迎认识